北京时间10月11日 亚洲乒乓球锦标赛男团决赛落下帷幕 王楚清独得两分加第四盘 上演绝地翻盘 林诗栋大获全胜 梁静坤苦战五局被逆转 中国战胜中国台北 夺得冠军 开场你来我往比分胶着到九平 王楚清关键时刻连续打出高质量回球 11-9先拔头筹 手感渐入佳境 进攻连贯性相当不错 四局面对反扑没有慌乱 临近应变 找回节奏11-5连下两成 高承睿绝大部分时间处于被动 没得到太好主动上手的机会 即使落后展现极强韧性 但无法持续发挥 王楚清胜券在握没有懈怠 保持单板质量 坚定出手11-6获胜 中国男团先拿一分 多线出战的林诗洞延续出色竞技状态 过程灵活变化牵制对手 战术运用非常合理 11-7先拔头筹 林云如使劲浑身解数 擅长的一板得分却无法打穿 四局试图前三板突破增加搏杀 眼看破镜 结果被一个暂停化解 在连输两局后反而打得更为自如 连续创造主动进攻机会 11-8扳回一城 第四局相互拉锯苦战 零失动发 抢得分对线盘点12-10显胜 总比分3-0横扫 大胖上来连得6分建立完美开局 中段稍有停滞 好在迅速做出应变11-7顺利拿下 但存在老问题 给人感觉就是不稳 果不其然 四局节奏全无7-11落败 黄艳成失误率偏高 主要威胁集中反手 状态同样起伏大 第三局直接1-11溃败 本以为梁静坤即将能轻松获胜 结果又强行增加难度 9-11被拖入决胜局 最后挽救赛点 还是11-13落败 又一次掉链子 林云如连取6分先升夺人 前三板优势明显 11-1迅速取胜 王楚清迟迟没有适应对手的节奏 发接发环节相当被动 次局又是8-11落败 现在比赛来到极其艰难时刻 他没有放弃战斗 迎难而上 11-8扳回一城 接着绝境下 挽救多个赛点 12-10成功扳平 最后欲战欲勇 11-4连班三局 中国3-1立刻中国台北 夺得南团冠军 2024乒乓球亚锦赛南团决赛 国平南团3-1击败中国台北 夺得亚锦赛冠军 这场比赛除了第一盘 其他三盘都比较艰难 其中 灵师洞后两局都打得非常胶着 梁静坤还2-3输给了黄艳成 第四盘 王楚清在0-2落后的情况下 连拿三局艰难逆转 就此帮助球队拿下了冠军 在全场比赛结束之后 王楚清做出了一个非常霸气的举动 第一时间比划一手势 然后送给现场的球迷 因为现场有很多远道而来的球迷 王楚清可以感受到这些球迷的热情 最终能完成逆转非常不容易 甚至王楚清还挥舞双手 让现场的球迷一起狂嗨起来 很明显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王楚清算是释放了 这对于他的心态也是一种提升 林师洞就开心坏了 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 林师洞已经打了两场混双 再加上下午的男团 他已经非常疲惫的 幸好王楚清拿下了 不然他又要打第五盘 这对于他又是一种释放 甚至全员进入到场地内 然后一起举着国旗进行庆祝 这也是每次比赛结束都会出现的画面 这能让每个人都感到自豪的时刻 来到颁奖典礼 当中国男团出场 现场充满了欢呼声 至于我们的球员 王浩带头 跟每个人进行握手致敬 而这次王浩特地喷了发焦 搞好造型 面带微笑 笑得不得了 就整体的执教 王浩 王浩获得了不少人的认可 他不管是战术应变 还是情绪价值提供都非常足 他值得获得大家的称赞 只是对于球员来说 还是有点疲惫 特别是这几天的比赛非常密集 各个球员都没有休息好 所以在颁奖典礼的时候 每个人都没有表露出绝对的兴奋 之后还有各项比赛 还是要坚持坚持 北京时间10月10日 重磅 孙颖莎突然宣布退赛 女单女双全部告别 伤情严重无法坚持 马林教练组批准认可 此前 孙颖莎带领着国平女团 在阿斯塔纳亚锦赛当中 决赛里1比3输给了日本 丢掉了冠军 而现在最新的突然重磅消息再次传来 孙颖莎本人直接宣布 退出了接下来阿斯塔纳亚锦赛的全部单项比赛 本次比赛 孙颖莎本来预期要参加女单 女双和女团三个项目 现在女团打完之后 她直接发布了个人微博 宣布了这个消息 表示感谢球迷 之前的那场女团决赛 他们所有人已经尽力了 擦干眼泪下次赢回来 因为他们是最强大的中国女拼 接下来孙颖莎宣布决定 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 这么高强度的比赛 导致她的胳膊和肌肉出现了明显的反应 因此 最终在国家队的队一和亚锦赛官方确定之后 国拼教练组批准同意 她将会退出这次的所有单项比赛 经过一些休息 她会王者归来 孙颖莎直接亲口关宣了退赛的重磅消息 正如之前很多人所猜测的那样 莎莎现在确实已经精疲力尽 伤病确实已经无法掩盖了 其实在决赛当中 我们就不止一次看到 孙颖莎在各种活动自己的胳膊皱着眉头 显得非常痛苦 非常难受 当时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证明孙颖莎本人出现了严重的伤病 已经妨碍了她在比赛当中的状态了 此外 在决赛第一场结束之后 第四场进行场间训练 准备上场的时候 也有媒体曝光了这样的一个镜头 孙颖莎在训练完时 一直在活动自己的右手手臂 显得非常痛苦和难受 从这两步都能够看到 孙颖莎退赛的结果已是必然之举 所有人都清楚她的伤病已经严重到 让她无法坚持了 打张本美和的那场 孙颖莎在场上动作 都已经开始变形了 肌肉僵硬反应慢 根本就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位女单世界第一 现在她终于亲自出面宣布了这个遗憾 又让人感觉到庆幸的决定 因为在之前一场结束之后 很多的球迷和网友们 就在疯狂地呼吁和喊话孙颖莎 这个比赛该退就退 没有必要再继续坚持了 没有意义 她不缺这一两个亚锦赛冠军 保证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的孙颖莎终于出来说话了 而且 孙颖莎的通告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教练组为了保护她 同意她退出比赛 也就是说 这次的退赛决定 是马林和国拼教练组认可了 点头同意了她的决策 教练组显然也是知道 莎莎的伤病有多严重 危急关头为了保护运动员才接受她退出的决定 而且从奥运会结束之后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孙颖莎是实打实的出战了30场140局以上的比赛 是国拼的劳模 而且参加了所有比赛 全部进入决赛 或者拿冠军 或者拿第二 没人有跟她一模一样的强度 因此 现在她的退赛是所有粉丝和球迷们最支持的决定 在莎莎宣布这个决定之后 短短15分钟时间 已经有超过30万人对她进行了点赞认可 希望她好好休息 希望她以更好的姿态和健康的身体 重新出现在赛场上